饭 酒 哎呀 都是真的 搞定 于白姐你放心 一切都安排好了 秋水姐相当配合 这次你跟我姐见面 绝对没人打扰 谢谢你 刘兵 你好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你好 我来找人 音音 这边 雪白 秋水呢 我也不知道 按理说 他半小时前就应该到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喂 秋水 是我 姜刘姨 你 刘姨啊 那个 抱歉啊 刘姨 我刚刚在这边 遇到了一个熟人 他喝多了 我现在得送他回去 就先不过去了啊 秋水他有事 我们下次再聊吧 音音 现在我们连一顿饭都不能在一起吃了吗 你 是不是连朋友 都不想跟我做了 你想吃什么 先坐下再说 服务员 点单 这是菜单 两位想吃什么 直接在菜单上勾选就好 好的 谢谢 音音 你吃什么 我记得 你以前特别喜欢吃 酸菜炖排骨 这家也有 要不等一会儿 我已经不喜欢吃了 喂 什么 小六吗 和那个复兴人见到面了 我说 你喜欢吃这个吗 我下次过来再给你带啊 音音 伯父伯母只是一时想不通 他们会同意你学琴的 你没事吧 伯父没带到你吧 你要一直一直对我好 能做到的话 我就跟你在一起 我说 我已经不喜欢了 进江文学城 余霜原著 荣语录文化出品 712配音组制作 现代百合广播剧 全世界都知道他爱我 第一季 第五期 欢迎收听 宋仙 在不在在不在 你看我在饭店碰到谁了 江柳一和于白 他们在干什么 背着你同情约会 还要不要脸了 宋仙你人哪 家修徒 不是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修徒 你老婆要被人撬走了 江柳一说是 去谈合作的事情 她说你就信啊 我和你说 这人哪就是这样 合作合作就合到床上去了 不行 你等着 我得点一点江柳一 今天点不醒她 我就不叫顾媛媛 喂是小六吗 和那个复媛人见到面了 和那个复媛人见到面了 依依 你最近 和你老婆还好吗 哦 还 什么东西啊 不是三年前就分手了吗 哦 当初分手的时候 说得多绝绝 说走就走 怎么挽留都没有用 害得你又是住院又是掉水 差点连命都丢了 现在回来想复合 做他妈的春秋大梦 凭什么 我们还挺好的 这样啊 那 你妈个鬼 瞧瞧你不忠用的样子 别人勾勾手指就立马找不着北 我跟你说 就你这样 不骗你骗谁啊 现在他回来了 想到你了 怎么 你就要答应他复合 我都不好意思戳破你那点烂心思 哦 对了 你不是有对象吗 依依 我们要不然 你能够活的前任就是死人 死人懂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朋友 什么合作 都是骗你的 你出来和他吃饭 想过你老婆的感受吗 他一个人哭哭灵灵地待在家里 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去 你倒好 和前任在一起 亲亲热热吃饭 你说说 对得起谁 我跟你说小悠 你再这样就别给我打电话 绝交 必须绝交 你这就是赤裸裸的出轨 依依 要不我们换家店吧 不用了 快点吃吧 画展上的音乐 你把你想要的风格和需求 直接发给我助理 或者发给秋水也行 好 服务员 您好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麻烦再给我加一个蛋包饭 直接打包 我等会带走 好的 请稍等 那个 音乐 等会儿不着急回去的话 能不能陪我去看看会场 我记得你以前说过 我如果搬画展 你想第一个参观 我等会儿还有点事 就不过去了 你 你 你有事 那就先去忙吧 嗯 我先走了 来来 今天没别的事 咱们来聊聊将来啊 我先来 我的梦想是能开一家公司 将来要是能成 你们都来给我帮忙啊 哇 秋水姐这个志向不错 我呢 我呢 没多大志气 就想多赚点钱 然后 然后 让准备个小奶狗 你这么讲 一呢 一将来想干什么 我想开个世界巡演 李白呢 我 我就 拍个画展吧 全国最大的画展 到时候 我还要把最厉害的 白夜老师请我来指导 行啊 那等你开了画展 我要第一个参观 我也去 都骗了 是吗 我实现了当年的梦想 你 你却不想做第一个参观的人了吗 我这边提醒结束了 你吃过饭了吗 还没 给你带了蛋包饭 谢谢 中午我是去 和秋水一起吃饭 他要和我谈合作的事情 你看我在饭店碰到谁了 姜柳依和于白 他们在干什么 为着你同情约会 变成于白了吗 走了走了 姜柳依走了 看来我顾媛媛阴阳怪气的能力不减当年 我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于白不简单 像个白莲花似的 你可得小心这点 别让人家抢了老婆 知道了 先不聊了 修图修得有点久 眼睛不太舒服 我去滴一下眼药水 苏欣 我回来了 你出来和他吃饭 想过你老婆的感受吗 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待在家里 眼巴巴地等着你回去 苏欣 是哭了吗 怎么不进屋 站在门口 江柳依这是怎么了 一回来就突然抱我 难道刚刚跟于白吃饭闹了不愉快 想要安慰 也是 我们俩会结婚 本来就是为了彼此安慰 苏欣 我在 吃完饭了 我还没吃 我给你带了蛋饱饭 我不想吃这个 不想吃吗 我想吃别的 你不饿吗 我会饿 我会饿 你不饿 蕾薇 宋献 是我 袁红 图修得怎么样了 已经好了 我等一下发给你 好 辛苦了 等会儿直接把图 发到咱们编辑部的群里 就可以了 你今天头还疼吗 还好 不疼啊 不疼就好 那我不打扰你了 明天见 明天见 袁主编 图修好了 已发送这群文件 麻烦确认一下 收到 辛苦了 猫猫探头GPG 是我女神的图好了吗 让我来瞧瞧 救命 我看完了 真的太好看了 每天都沉浮于宋献的手 at 摄影宋献 图确认过了 效果很好 我就知道让你来拍摄 一定是正确的决定 at 美编小李 好好排 现在尽力棒传到你了 你别给我掉链子了 那怎么可能 咱们就这样 啥都不排放上去 这期都能畅销 别说有的没的 抓紧去修 好的 袁姐 遵命袁姐 我又欣赏了一遍 这图真的太好看了 宋献 宋献 你有空吗 能不能帮我用这些照片 做头壁纸啊 好 醒了 你怎么不多躺一会儿 要忙工作 那你饿不饿 我待会儿再点点吃的 我刚热了你中午 带回来的蛋包饭 已经吃饱了 你点你自己的就行 那算了 我去煮碗泡面吃吧 来 你要不要吃荷包蛋 我给你下一个 不用了 好吧 你工作还没结束吗 结束了 结束了你还做什么 在座壁纸 壁纸 用我的照片做 怎么样 还 还行 我也觉得还行 那个 做好了也给我发一个 好啊 就这张吗 还有其他的吗 做了好几张 要看看吗 不用了 都发给我好了 好 那我去煮面 你先忙 哦 用我的照片做壁纸吗 我还以为 像宋献这么安静的人 不会这么 雨白 叫我吗 你可能认错人了 我不叫雨白 我叫宋献 哦 抱歉 我和你认识的人很像吗 不是 只是乍看想 哦 月白是你什么人 前女友 嗯 分手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有事 我没事 你也没事的话 找个地方坐坐 幸亏当初鬼使神差的跟他走 柳一 柳一 快 帮我看看 哪套礼服好看 一套红的 一套白的 我打算 过生日的时候穿 快帮我挑挑 红的 红的吧 嗯 我也觉得这套不错 那就这套了 你也帮我挑挑 嗯 挑什么 电脑壁纸 帮我选一张 哎 用自己的照片做壁纸 你骚不骚 我老婆做的 啊 不是 你这算得上是虐狗了吧 快挑 行 嗯 就 第一张 第四张 还有第七张吧 你老婆这图啊 做得真好看 给你挑壁纸 比我自己选礼服还难 我老婆做的 当然好看了 切 对了 你今天下午干嘛去了 一直没消息 秋水找你 都找到我这儿来了 嗯 再睡觉 哼 看吧 你能的 哎 秋水找你什么事 我可天天说了 你今天又和玉白见面了 没什么事 和玉白见面是工作需要 哦 但我觉得 你还是得和你老婆说一声 你老婆那么爱你 如果知道你们私下见面 肯定会伤心的 嗯 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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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哦 结束了 你吃好了 嗯 嗯 宋献 嗯 怎么 今天中午 本来是秋水月的我 但我过去的时候 秋水有时没来 所以我是和玉白一起吃的午饭 玉白 怎么忽然又提到他了 中午刚要过安慰 这会儿难道又想要了吗 算了 饭饱私盈玉 也不是不能理解 来 帮我回房 回房 房间里收吗 当然 不抱了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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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低点头 嗯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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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扯 好了 继续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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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依 中午那会儿我是真的有事儿 不是故意留你和玉白独处的 如果你介意我跟你道歉 怎么不回消息 怎么不回消息 连电话都不接吗 《柳依依说的啊》 柳依 算了 当我没问过 张勇姨 怎么了 记得换床单 好 知道了 睡吧 我待会儿就换 还说给你解释呢 话都没说出口 就被你拐到床上 月白 我按你说的做了 什么 跟宋献解释具体情况 然后呢 我刚起了个头 宋献就把我拉回房那个 所以她为什么要回房 依依 你真是笨啊 你不高兴的时候 总会做些什么来麻痹自己 比如喝酒 对不对 这不就得了 你老婆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她不高兴 又不能太明显地表现出来 只能这样麻痹自己 况且和你那啥 不是能更好地赶上你的存在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呀 依依 你老实说 你现在到底放没放下玉白 如果还没有 那我觉得你就是在伤害你老婆 有没有放下玉白 我 我给玉白打了电话 把你喝酒喝到未出血的事告诉他了 问他能不能回来看看你 他怎么说 他 他拒绝了 依依 你身体都这个样子了 就应该留院观察 去什么纽司 订什么机票啊 玉白 你不懂 我得去看看 我想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突然地跟我提分手 我不甘心 找玉白 哦 你说的是那个修了白夜教授课的姑娘吧 那边 像你这么看的人 一定有不少人喜欢吧 有没有什么情史 别胡说啊 败坏我名声 我才没有什么情史 秦义 你老实说 你现在 有没有放下玉白 我放下了 放下了 放下了就好 放下了就好 柳依 你为什么喜欢玉白啊 你还记得那次 我爸喝醉酒 要打断我的手 玉白为了救我而受伤吗 嗯 记得呀 可是感情不是感激 不是必须要这种方式回报的 当然不止这些 但就是那一刻 我觉得我要对他好 放下挺好的 姨姨 你还记得那次玉白为你受伤吗 怎么 其实我想了很多次 如果当初是我先到 我也会那样做的 你别误会啊 我只是觉得 这是朋友应该做的 如果当初 是我帮你挡下那一关 没准你和玉白 后面就没有这么多屁事了 你也不会 因为玉白 好几年都闷闷不老 知道 谢了 谢什么 你记得我生日那天 买点贵的礼物就行 对了 别忘了带你老过来啊 他现在没有什么安全感 你得多注意一下 怎么才能增加安全感 那还不简单啊 多让他感受你的存在 比如呢 比如 多跟他待在一起 多亲亲抱抱 懂了 今天上班吗 上班 松松手 我要起来换衣服了 都十月了 你就穿这么一套制衣装 包屯裙小西装 连条丝袜都不穿 不冷吗 不冷 那你拍照的时候 今天没有拍摄了 你去化妆吧 我去弄早餐 面包火腿加金蛋怎么样 我昨天刚好看到家里还有些黄油 可以将就一下当成三明治 好 对了 过两天月白过生日 你要不要挑一件礼服 下班我去买一件 下班我去买一件 要我陪你吗 到时候再说吧 好 宋县 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想抱抱 现在 你应该可以感受到我了吧 安全感要增加一点吗 将柳依最近这是怎么了 怎么动不动就要抱要安慰 难道是因为余白回来 他情绪难以控制 嗯 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喂 圆圆 咋啊 昨天回去加柳依有没有老师交代 说了 说了 和你说明白就行 但你还是得要防着点 什么初恋啊 前任啊 最容易死灰复燃 嗯 我会注意的 你别当耳旁风啊 我看那个余白是有备而来 你之前不是不赞成我结婚吗 我 我那是 不是不赞成你结婚 我只是不赞成你闪婚 都不知道对方什么性格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我们挺合适的 如果将柳依能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 别总是要我安慰就更好了 唉 合适就行 你最近还失眠吗 不怎么失眠了 累了就容易睡着 好吧 哦 对了 你晚上有事吗 没事啊 怎么了 那陪我去买套礼服吧 礼服 嗯 江柳依的朋友快过生日了 我到时候要穿 那必须要穿好看的 我记得市中心有一家还不错 带你下班 我带你去看 好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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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刚刚这首席来了 送到摄影师你可算是来了 快 刚买这奶茶 还热着呢 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 那个 呃 就是 江老师回去之后 有没有提过我们呀 前天我们喝得有点多 也不知道有没有冒犯到江老师 没有 可以 啊 宋仙快来 看见老婆了 嗯 我的天哪 你们绝对想不到 这起漫通邀请谁做专访 是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心爱的女神 什么什么 凤凤的女神 难道是江柳依 哎 真是江柳依吗 她刚结束的环球新演 我连票都没抢到 什么 我们依依 哎 瞧这热度 分分钟登上热搜榜 相关词条一落一落的出 嗯 袁姐真舍得下血本 血本什么 我还没买营销呢 咱们江老师 视频本事上的热搜 我天 只有一个博主似是而非的爆料 热度就窗了这么高 这要是咱们真的官宣 那岂不是 江老师 江老师太厉害了吧 谁能想到那种现在的旋转效果 那咱们这些的搜料 是不是稳了呀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一个爆料就上热搜的网坊 一下 太强了 行了 大家都仔细一点 这次绝对不能出错 好的啊 姐姐 放心吧 姐姐 宋献 江小姐那边 你和她说一声 咱们十点开始预热 让她帮忙转发一下 应该的 这几年美秀 明着按着给咱们使绊子 现在 咱们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没错 绝对不能出问题 美秀这次都明着 从咱们手里挖走张素素 咱们一定得把这巴掌 狠狠地扇回去 对 这次可多亏了宋献 是啊 宋献 谢了 没什么可谢的 我去给江雷一打电话 好嘞 喂 是我 我们主编说 一会儿新刊宣发 要麻烦你帮忙转发一下微博 几点开始学发 十点 好 小王 采访稿的打印板 麻烦再帮我复印两份 样刊交对过了吗 每边那边还用没有修改 要不要 雨彩 怎么了 怎么了 主编 怎么了 雨彩 你给我打的包票 说我们这期吻压曼童 结果呢 你还 睁大你的眼睛看看 曼童请的是谁 是谁啊 江柳一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们怎么可能请到江柳一 江柳一 根本不接受采访 不可能 马上曼童的时刊就出来了 你要不要买一份好好看看 什么 我现在就联系江柳一 喝 哼 对不定 您拨打的电话 但是您正在不语 请稍后 按照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江柳一 他怎么会接受满同的采访 霓虹绚烂的城市里 用灯光藏起了自己 人有回忆反复纠缠撞起 轻微的酸痛着你 这场相爱所为何起脚袭 曾经过往为何要闭口不提 是谁将爱一点不留余地 仍要醉意 你早里偷袭 将我就困于你心 配合我无厘头的独角心 假装也毫不在意 随意放逐感情 却恍成在镜子里游离 触摸是偶然贴近 理智都变得甘心 瞬间像世界都停着呼吸 没有跨不过的距离 低头有你的身影 那些选择已没有了原因 不留的困惑 不留的困惑 怎么才能懂你 将情感一点点 慢慢理清 心已透明 一遭一渡戏 将我就困于你心 配合我无厘头的独角心 假装也毫不在意 假装也毫不在意 随意放逐感情 却恍成在镜子里游离 触摸是偶然贴近 理智都变得甘心 瞬间像世界都停着呼吸 没有跨不过的距离 低头有你的身影 你早已沉溺 像飞鸟也有归期 满分的爱泄露 而放着影 藏不阳格的秘密 一杯悄悄探明 温柔抚摸镜里 哪个你 一手便走刚进去 融入彩色花布里 穿越时间 游离整个四季 没有对白也很美丽 会疼有你的心 会疼有你的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